哈喽大家好,我是尼玉 雷神前不久推出了VSA84铝合金键盘 我一听还是挺感兴趣的 毕竟剑圈贵金属嘛 铝座的外壳怎么看都要比塑料上档次一些 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看VSA84的表现如何吧 老规矩,到首先看包装 包装通体是黑白色为主题的天地盖盒子 外包装上还有一个腰风 上面印有型号 VSA84元素 背面印有键盘的渲染图和卖点 这把键盘是支持三摩链接的 要知道很多的铝合金外壳的键盘 因为信号对金属的穿透力弱的这个原因 基本不会去做三摩的设计 而这把键盘确实支持三摩的 要么雷神是使用了什么方法去规避信号屏蔽 或者是使用了信号更强的方案 具体是哪种我们到后面拆解再去研究 取下腰风之后我们就可以打开包装了 打开包装之后就是被EVA棉包着的键盘本体 上面还放着一个信封和被密封袋包着的不用看的说明书 打开信封之后可以看到里面装的是一张卡片 卡片正面为雷神X系列设计的logo 背面写着一行标语 X可能是0可能是1也可能是100 下面的小字也写着一行标语 左面写着未知领域一切都可能发生 大胆变革 右面的英语 make revolution possible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让变革变为可能 不得不说这些原本就不是键盘品牌的品牌 做键盘的包装是真的有一手 比那些牛逼纸盒子看着好看多了 说明书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说明书和保修卡是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千万别弄丢了 上面的盒子写着线材的放置处里面放置数据线和两头盲的八周八间器 这把键盘附带的数据线竟然是根弹簧线 这点还是非常加分的 要知道弹簧线对桌面整体的整洁度是有很大提升的 毕竟桌面光秃秃的放根数据线是很突兀的 如果是一根弹簧线放在桌面上看起来就很整齐和谐了 另外VSA84所附赠的八周八间器也是单独定制的 握持处是有设计的 并不是常见的毫无设计的纯黑塑料 虽然使用上不会有什么区别 但是还是能提升不少印象分的 然后就来看键盘的本体 关于配置的话 作为雷神X4系列的高端键盘 那么市场上常有的配置也都是给齐了的 支持有线加2.4G加蓝牙三毛连接 RGB背光键盘和轴座热沙拔都是肯定有的 聊完了基本的配置 再来看看键盘的整体 键盘整体是灰色为主 外壳可以看出完全是铝合金的材质 键盘的右上角有一款塑料材质的名牌 印制是雷神科技的英文 不过有一点我很诧异 那就是拿在手里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它很重 按道理来说 一把铝头的键盘不应该这么轻 那经过测量 键盘的实测重量为942g 这个重量确实是轻了 具体的原因 要到我们后面拆解才能知道了 键盘的底盒设计也很简单 不过键盘没有可调节式的脚撑 还是挺影响使用体验的 如果觉得铝合金不好去做的话 也可以考虑做一个磁吸角称 至少AB只能固定一个角度使用要强 而且我们在拿出键盘的时候 发现一个特别腻天的事 就是这把键盘虽然有2.4G接收器的收纳仓 但是它的收纳仓是完全卡不住接收器的 接收器是非常容易脱落的 比如这样 不过我这把是工程样品 这么明显的问题 大货应该还是会改善的 键盘所使用的是PPT材质的双色注塑键盘 颜色是比较搭配套件的灰色 做的灰白的撞色设计 观感还是比较简单朴素的 轴体搭载的是雷神找雷创定制的水轴 这是一款提前触底的轻压力线性轴 触发压力为37g 这款轴做的还是很出色的 自带敞润 说话度很不错 是对得起水轴它这个名字的 轴体的稳定性 因为有防身臂的存在 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不过可惜的是 虽然轴体的整体杂音控制的还算不错 但是还是有一些轻微的弹簧音 正常使用的时候是绝对听不到的 说明轴体还有提升空间 键盘的大键表现非常出色 稳定性非常好 杂音也完全没有 卫星轴牢牢的卡死在定位板上 去晃动卫星轴的时候 完全感不到可移动的空间 VSC84的RGB表现也很不错 灯光亮度是过关的 而且键盘的上盖和底壳之间 还有一圈RGB灯带 导光做的不错 亮度比较均匀 看不出明显的灯珠 灯光的效果可以通过 FN加数字键0和9 以及右边的功能确换键来切换 其中FN加9是切换键盘侧面灯带的灯效 FN加0是切换背光的单色光 而FN加Delete是切换背光的循环方向 FN加End是开启或者关闭背光 FN加PageUp是切换灯光速度 FN加PageDown是切换灯光的亮度 接下来我们来拆解这把键盘 首先将键帽取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键盘所使用的是 一体式的定位板 意思是它的顶壳和定位板是一体结构的 没有想到这把键盘竟然是十分罕见的 Intergraded Plate结构的套件 一体式定位板的好处是外观非常的独特 因为顶壳和定位板是一体的 并没有缝隙 所以颜值看上去是比较特殊的 在拧下一体式定位板上的螺丝之后 就可以将顶盖取下 取下之后可以看到键盘的PCB 用螺丝固定在一体式定位板上 而定位板和PCB之间 还有一张透明的硅胶加进垫 使用透明的硅胶加进垫 可以在保证消除杂音的效果的同时 减少对背光的影响 在上盖PCB的下半部分 可以看到有根跨越了半部分键盘的一根线 最终连接到了键盘顶杆的塑料名牌上 所以VSA84虽然是铝合金外壳 却能支持三摩链接 它使用了外置天线 去防止外壳对信号的干扰 接着我们来看底壳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VSA84这个铝合金外壳原来只是外壳 它是塑料的外壳 外面包着一层铝合金组成的 难怪重量并不重 然后在底壳上 还有一张黑色的记忆棉 记忆棉上有被轴座压出的印记 说明键盘的内部确实已经没什么空间了 将底面取出之后 就可以看到它的电池 以及电池旁边切换开关的分离小板 电池容量为4000毫安时 电池上还贴着一张黑色绝缘片 电池的线是接在分离小板上的 这个设计其实是挺不错的 可以防止我们在拆卸的时候 不小心拉扯伤到电源线 毕竟电源线就是两根尼龙线 肯定不能和小板上 引出的9根尼龙线强度去对比 最后我们对雷神VSA84这把键盘 做一个总结 这把键盘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外部是铝壳 里面是塑料壳 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能减轻重量和成本 同时还能提高键盘的外观质感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大件的表现非常不错 用的是CFY的卫星轴 水轴的顺滑度稳定性也都不错 素质也还算过关 润滑也是到位的 而且也支持轴座的沙拔 RGB背光 键盘的整体 从包装到键盘本身 都能看得出雷神是有认真设计的 这也是目前我唯一发过评测的 一把integrated plate结构的键盘 虽然还存在一些设计上小缺陷 但是已经算是狭不掩鱼了 VSA84的售价是599元 但它作为一把铝合金外壳的 成品三摩键盘 各方面表现都很均衡 如果你对铝制外壳键盘比较有执念 喜欢金属质感 还是值得尝试一下的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